画面中可以看到巷弄内一名女子拿着纸箱穿着围裙 突然就被后方的男子推了一把 女子转身马上怒踹回击 两人就这样大打出手 不管旁边民众超级惊恐 而男子甚至还拽着女生头发不放 女生也不甘示弱拿棍子反击 双方僵持不下 火爆冲突持续了将近一分钟 直到有人出面劝架才停止 事件就发生在台北市衡阳路的一处巷弄内 两人会爆发肢体冲突 就是因为店家门口的回收 两人都认为那是自己的地盘 对方不该来抢回收 因此打了起来 双方身上都打出了伤 甚至一度互相提高伤害 只是附近店家整理出的回收物 并没有指定要给谁 双方后续也撤回了告诉达成和解 只是为此开打受了伤也实在没有必要